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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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早上來的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簡單解釋 因為還是有些朋友不是那麼認識我們 我現在工作的組織是在律師公民行動聯盟 這幾年大概比較多做了相關的議題 其實就是關於核能 當然我們不會用 大概是一個反對核電使用的一個立場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關於人員轉型 可是在這些工作裡面 這幾年確實我們嘗試了 或者是也接觸了很多一個重要的元素 確實是現在 我覺得大概是在台灣的社會運動公民間的領域 甚至在媒體上面 現在都不斷不斷被講的這個關鍵字 所謂的公民參與或參與的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也過多過少 其實在很多的場合跟案例中 那有不同的接觸 但說實話 其實真的現在 我覺得也許像公民參與的幾個字 就像跟資訊公開一樣 其實非常非常政治正確 但是在政治正確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有些它是做真的 有些是做假的 有些是它自己只是把這樣子的詞拿來做為樣板 其實我們也看到在這裡面 其實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那我覺得我今天來到這邊 其實比較想要跟大家做一些 一方面也是回應剛剛 剛剛這個講的 這個氣候變遷 特別是公民參與在氣候變遷裡面的這些過程 然後一方面其實也把我們在這幾年 其實有一些特別是在台灣的一些經驗跟觀察 其實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特別是我覺得想要把一些 特別是這些挑戰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必須去面對這些問題的部分 說實話 我覺得 在這一段時間 如果有跟政府部門做另一步的接觸 或者是 你說參與也好 介入也好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都會很清楚地講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要講 不管是轉型 或者是氣候變遷下的系統變遷 就是 現在有一天會這樣看 在說系統變遷的時候 你會發現 恐怕 在政府內部 要自己完成這件事情的機會 是非常非常低的 它並沒有這個動力 可以促成它整體 完成這個轉型的這個事情 所以 我可以很大膽地下一個結論 就是初步的結論是 我覺得這個轉型的動力 系統變遷的動力 勢必它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來自於民間 民間社會 或者說公民社會也好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個前提 那 當然我們這過程裡面 也看到會有很多 既有的政府的體制在這裡面 對於這樣子 其實民間要去介入 要去參與的這個過程 因為其實有些抵抗 可是我也覺得也慢慢地 觀察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也越來越多 在政府裡面的一些相關的 官僚體系的人 他意識到 其實他自己 在面對很多的問題上面 他都無法解決 所以也許 這些民間的參與 其實是有辦法 可以協助他去解決 他既有已經無法解決 他慢慢困乏於 動彈不可能的那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越來越多的 這個在政府裡面 有意識到跟觀察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確實怎麼樣子 可以把這個參與的過程 一方面是 我們要拿回民間 或者是屬於公民的權利 這個一個觀點 但另外一個觀點是說 更進一步的是說 在一個協作的過程裡面 真的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在這概念上面 怎麼樣 可以再發揮得更清楚 我覺得是 未來進一步 其實再去思考這方面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在這邊其實會想要講的一個事情是說 但我們在這裡面也觀察到幾件事情 是說 當你真的認真的要來思考一個公民參與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你會遇到第一個非常大的阻礙 第一個阻礙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阻礙是 我們先不講政府跟民間的介面 我們就講政府內部好了 其實政府內部在很多的治理的邏輯跟體制裡面 其實自己都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當你要把一個民間的 民間的這個 民眾民間的參與 公民參與 也好 你要把它鑲嵌到整個決策跟整個政治體制裡面 你第一個要先去 會去面對的事情是 你要先去 再去重新 盤點跟敵過自己政府內部裡面的這個決策體系裡面的混亂 因為如果你不去處理政府決策體系跟治理體系裡面的混亂 你就把民間的東西給鑲嵌進去的時候 其實會造成非常多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困惑 跟非常非常多的阻礙 甚至它揭露很多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最近大家一直在講這個尖峰用電的這個 這個要怎麼樣去抑制對不對 那我親眼就看到 現在我們的政府跟台電一起推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叫做虛量反應 就是說虛量的競爭 就是說我今天一度電我在監工的時候 我跟一些大的廠商 我跟他用一度電12塊的錢買 那他可以少花點電 所以就廠商來說 就他的經濟利益來說 他是在他經濟的計算上面覺得這是核算的 所以他願意在這個時候減少用電 然後把這部分的產能也許調度到銘峰的時候去做 結果這樣的一個措施呢 我親眼就看到 照理來說這樣的一個措施的整體的規劃 能源局應該有很大的權力其實要參與這樣的規劃 結果我們親眼就看到 居然他說那有參與這個虛量競價 就這個措施的廠商的這個名單 跟相關的這個容量 居然台電是可以不給我們的能源局的 可以不給 然後能源局其實很歸位跟台電說 可不可以給我們這個名單 台電說為什麼要給你 那像這樣子 其實這件事情充斥在我們既有的決策跟治理的體系裡面 那可能他過去有一個過去的誠意 就是說我們過去的能源治理電力治理 基本上其實就是全部都依賴台電 那所以其實他還不覺得 為什麼要給你這件事情 所以在政府體制裡面 這些決策的體系 如果你不重新的去翻修 然後不重新的去整理去盤點 把順出一個相對比較好的過程 其實確實民間的這個公民參與的部分 是很難把它給將籤進來的 這是第一很大的問題 但我也必須說我自己的觀察是 在政府體制裡面的這些體系的混亂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政府既有的體系 非常非常的僵化 所以當他面對一些新的問題的時候 他常常都會找一些臨時性的方法 權宜性的去解決 東一個西一個 然後都是權宜性的去解決 所以他並沒有 從東南部 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思維 要去重新翻修 他這裡面的過程 那紫歲當常常是 這個所謂民間參與 已經要壓到他的門口的時候 他才被迫說 好那我房間裡面 要怎麼把它清乾淨 我這個房間裡面 我這個房子裡面 要怎麼把它清乾淨 讓大家覺得這裡面 是一個有邏輯的部分 其實很大一個部分的阻礙 其實會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在這個所謂 如果要民間的參與 更進一步介入的時候 在政府內部的部分 但是我也想說 其實就算在民間 我覺得也有很多 出現了一些 大家需要有心理準備的事情 我覺得尤其是在很多的 資訊與知識上面的串接這個問題 我說串接 當然有些人他會用轉譯 可是說實話 我自己不是那麼喜歡 用轉譯這兩個字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 轉譯這兩個字好像 它只是一個語言跟理解的 這樣子的重新的校準 可是其實我覺得串接的意思是 必須把不同 stakeholder 之間的 agenda 的議程 都必須要重新再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 用串接這個字 但我想舉幾個例子喔 就是說我們可以再 我一點點吧 再兩分鐘 我們在這裡面確實觀察到 比方說你在現在很多社群媒體裡面 觀察到 很多的民間的朋友 其實有很高的參與的動力 非常量的活躍 可是你也在這個社群媒體的 訊息交換的時代 這個時間裡面 你會看到其實有越來越多的 極端的言論 跟極端的意見 在這裡面出現 然後它很難被彼此的溝通 跟彼此的驗證 我覺得這裡面看到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同時我覺得這個溝通的方式 我覺得溝通的形式載體方式 我覺得很大程度的也影響了 到底民間所要進入到參與 或者跟其他部門串接的這些相關的能力 我舉一個 再舉一個簡單的一個例子 比如說大家最近都很關注的一個問題是說 到底這段時間會不會有缺電的問題 我覺得恐怕現在已經 這個時間點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人說 我是一個專家 我來告訴你會缺電 大家就相信缺電 我覺得大家理解這個資訊 跟知識的方式其實已經不是這樣的 你必須拿出更多有邏輯的相關的佐證 也不一定是證據 但是你怎麼去描述這件事情 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怎麼把所謂缺不缺電這裡面的不確定性 到底在什麼地方 它的元素是什麼東西 必須跟大家講清楚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就算我們民間都希望可以參與決策 參與這個相關的治理體系 但是你在這些資訊的串線上面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把它給理清楚 甚至在進一步 在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我覺得也出現很多 即便是在民間裡面其實角度不一樣的差異 比方說這段時間裡面 很多中南部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他們遇到的空物的問題 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你一定要以中南部為一個視角的主體 來幫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它會有一個這樣地域性的這個想法出現 那有的時候這個東西出現它會非常非常尖銳 他覺得你不要再拿那個全國的這個 所謂能源安全的這個東西來鎮壓我的意見了 我就是要一個我至少就我區域免中南部在這上面 我應該要一個健康跟這個風險的安全 我希望可以在這裡面出現 這個東西很尖銳 可是如果在民間沒有辦法進一步的去理解 跟去處理一下這樣的意見的時候 它其實有時候也會造成很大的衝突 可是今天北部的人就來跟你說 可是對 中南部有空幕的問題 可是我北部承受這麼多的核廢料 就開始有一個在尖銳跟互相不舒服的狀況之間出現 這樣的一個互剛好的狀態 那所以在這裡面我覺得這個資訊的串接者 在這裡面就怎麼樣去扮演 可以去不斷的理解對方 而且甚至是去調整不同的利害相關者 他之間可能有的這個議程 我覺得才有辦法進入一個 大家期望所謂參與的概念 參與不是只是拿 一個很重要是拿回自己的權利 可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其實是進入一個協商的過程 可是要怎麼樣進入這個協商的過程 他其實需要很多知識上面 程序上面 跟你的意識形態跟價值上面的準備 那我覺得這部分 除了我覺得是一些技術上面的事情以外 我也覺得今天有至於 或者是很期望進一步在參與所謂的決策 跟政治權利的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大家應該也必須要去思考 那我們在這方面做得怎麼樣 那是不是有做好比較多的準備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做好準備 才能夠去參與也不是 但是這裡面會是這裡面很重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環節跟元素 那可能才是我們所謂想像的一個 到底這個參與能不能夠成功 我覺得是最大的關鍵 那以上是我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其實觀察到比較多的經驗 謝謝